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4年08月10日 拿玻里得高望重 周日凌晨 意大利杯第一圈继续有好戏上演 其中拿玻里将主场迎战摩德纳 金杖意大利杯作为新赛季首场正式比赛 对于志在卷土重来的拿玻里来说相当重要 他们希望用一场胜利打响头炮 此番面对实力有限的摩德纳 相信拿玻里不会手下留情 上赛季对于拿玻里来说犹如一场噩梦 首先球队未免一甲失败 接着在意大利杯第三圈早早出局 而欧战方面稍好一些 只不与欧贯联16强 但从整体战机来看 拿玻里的表现比前个赛季夺得一甲冠军相差甚远 正因如此 来到新赛季首场正式比赛 金杖意大利杯 拿玻里当然希望能够重新出发 为接下来的真诚打响头炮 球队战役十足 好在有力的是 拿玻里惊吓邀请甘地出任新帅 这位冠军教头经验丰富 这有助于球队重新回到贞冠行列 而且拿玻里最近的备战工作较为顺利 他们近四仗球会友谊赛取得三胜一负 其中机遇查基华拉基利亚也在此期间成功破门 这位球队核心目前状态有所保证 此番面对亦以球队摩德纳 拿玻里取胜毫无难度 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摩德纳军在亦已处于中游位置 球队没有能力争取升班资格 可想而知 他们的实力如何大家心中有数 换言之 金杖意大利杯面对一甲强对拿玻里 这对于摩德纳来说可谓越级挑战 球队想要报冷静及弹劾容易 毕竟奇迹并不是随便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过去两届意大利杯中 摩德纳分别止步于第一圈和第二圈 可见他们没有足够能力应付双线作战 球队的重心还是放在联赛上 由此可见 摩德纳金杖出争议大利杯 球队战役不高 他们更多的享受与强队交战 从中学习 并不在乎比赛的胜负 感谢您的收听